路口綠燈亮起 阿婆蹭傘過馬路 但地面濕滑 她步伐放慢小心走 沒想到 黑色BMW左轉沒在看 直接朝阿婆衝過去 嚇得她趕緊跳開 差一點就要被撞噴 目警民眾全看傻眼 是吧在桃園巴德 網友也怒轟 是不是又要怪A柱在搞鬼 殺住了但不算有禮讓 而在新竹竹東車站旁 白車突然軌切 當街衝撞前方騎士 機車重摔在地 人翻滾一圈 下一秒 騎士被捲進車底 車身劇烈搖晃 直接被車輪碾壓過去 床貨駕駛不但沒有停下 害滴滴龍逃之夭夭 最後騎士送一不治 網友也怒轟 根本是兆逃殺人 但驚悚瞬瞬間還沒完 騎士從路口飆速衝出 完全沒有在看 嚇秒貨車閃避不及 當場攔妖猛撞 騎士人車分離 肥噴彈氣 騰空泡物線重摔 花言之卡軒大道 與廣弦路口 驚爆恐怖撞擊車禍 實在嚇壞眼前駕駛 原來在台中黎明路 社區騎樓 女子拎垃圾正要開門 後方機車突然衝出 一屁股撞擊上去 把人殘倒 頭往後栽下 痛到躺低不起 方慢動作再看一次 機車騎士人根本沒有坐在車上 原來他追著車 一路往前滑釀貨 事後騎士功稱 剛發動引擎 手指不慎勾到油門 因此暴衝 最後害無辜女子 被撞得滿身傷 叫黃军總管理中央報導